接下來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中氣層 中氣層就是從平流程上面大概到80公里的地方 叫中氣層 中氣層沒有其他的特殊的狀況 所以它又回到了跟對流程一樣 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三度C 這件事從來沒有人考過 你可以完全當作沒看到 不被它沒有關係 你大概只要知道它的溫度下降 比對流程來的慢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人考過這個三度C 就當作不知道就好了 但是最後這一句是會問的 它一直往上降降降降降 降到對流程頂零下90度 90度左右的時候是大氣最低溫的所在 所以考試問大氣層最低溫出現在哪裡 答中氣層底 最上面中氣層底 所以大氣層最低溫的地方在中氣層底 這個是會問的 這個是問的 誰要記住 叫做中氣層 好 最後一個就是那個真溫層 真溫層以前叫它熱氣層 所以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我們剛剛講過大氣層沒有界線就往外跑 往外跑 但重點 這裡的重點就是我們的空氣十分的稀薄 空氣十分的稀薄 因此課本告訴你人造衛星在此飛行 為什麼 因為女化老師有教要照圓周運動需要向心力 向心力會跟速度有關跟半徑有關 那速度如果比較慢 所需要向心就比較小 如果有空氣摩擦 那麼速度變慢了 向心力要變小 可是你的拉力還是一樣都往下掉 會掉下來 所以人造衛星基本上最後都會掉下來 都會掉下來 所以在這裡因為空氣十分稀薄會減少摩擦力的影響 所以人造衛星在此 還有一個就是極光 我們的Aurora極光也是在這邊發生的 因為就是宇宙射線和世界的關係 OK 好 那這個叫電離層看完就好了 就是最早的電離層在這裡發現 現代電離層有到那個中氣層的上面 都有電離層的存在 那就是因為受到宇宙射線的照關係 這個東西會產生電離作用 使這裡的空氣會帶電 要電離作用然後帶電 那這個東西會幫助或干擾無線電通訊 幫助或干擾無線電通訊 做長程通訊然後問問他 細節又不講 那以後有人就玩那個無線電的火腿那種 CQ CQ 呼叫全世界的 你就會注意到這些 注意到他的問題 注意到他的問題 OK 這個是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溫度就跟太陽黑子有關 因為我們講過 太陽黑子呢 樹木越多就代表太陽活動越劇烈 會往外噴出越多 有的沒有的 它就會吸收更多 有的沒有的 溫度就會增加嘛 溫度會增加 這個上下可以差到1000度 上下可以差到1000度 所以太陽黑子樹木越多 太陽活動越劇烈 這裡的溫度就會越高 反之呢就會越低 好 問題 古時候叫做熱氣層 現在不爽叫他熱氣層 因為他很奇怪 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這什麼鬼話 什麼叫做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物理上的溫度啊 物理上的溫度指的是平均洞 各位現在溫度低 至少有臉上都不太動 平均洞能小 超常乃球溫度高 送過來送過去 這個叫做溫度高 平均洞能大 平均洞能大 OK 平均洞能比較大 那這裡因為吸收了宇宙射線 所以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平均洞能很大 所以叫做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什麼意思 來想像一下 現在冬天 寒流來了 很冷很冷 這位大小姐 拿著一個噴蒸氣的 熱蒸氣的那個向我噴 那個熱蒸氣噴到我臉上之前 會覺得熱嗎 那個熱蒸氣噴到我臉上前 會覺得熱嗎 會啊 不會啊 在這裡噴熱蒸氣 噴到我之前 我不會覺得熱對不對 因為會碰到我 這裡因為空氣十分稀薄 你在那邊佔半天 也不會有東西打到你 所以會覺得很冷 所以去這邊是被冷死的 去這邊是被冷死的 所以我們就不爽叫它 熱蒸氣層 因為它一點都不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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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這邊的溫度很高 因為平均洞能很大 但是因為空氣十分稀薄 所以你搞了半天 也不會有東西打到你身上 熱量傳不了給你 所以你會覺得很冷 所以我們不爽叫它 熱氣層就改叫它 真溫層 因為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溫度越高 所以在這裡會被冷死 就是他意思 所以重點就是這裡的空氣怎樣 十分稀薄 所以人造衛星在此飛行 所以這裡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都是因為它空氣十分稀薄的關係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 尋寫課堂練習